彰化县升格第七都确定梦碎了 内政部召开了彰化县改制直辖市审议小组会议 经过出席委员讨论之后达成了一致的共识 认为彰化县目前人口数 尚未达到直辖市125万人以上的首要条件 再加上政治经济文化跟都会区域发展 都还有努力的空间 所以最后决定不同意彰化升格 县民千步万换彰化县的UP正式升格为直辖市 但经过内政部审查小组讨论 以致认为不同意 让彰化争取升格第七都暂时落空 做袜子的 做轮胎的 科学元旗也都有啊 我觉得很失望 凭什么别人可以我们不行 彰化没有升格 对彰化来讲 真的是很没有未来的事情 不只彰化县民大师所望 连县长王惠美13号一早还特地带队 背上拼升格 没想到去换来升格梦碎的消息 让他意图不快 最主要我想还是政治的考量 会比一切还多来 依据升格首要条件 人口必须达到125万人以上 但彰化县在4月底 人口数已不满125万人 县佛强调申请时人口数都有符合 只是因为疫情两年有超过1.1万人 没能回国被除击 再来第二条件 政经文化和都会区域发展 都还有努力空间 让彰化县的升格之路被迫中断 王惠美的执政 彰化县空转了4年 王惠美的施政无方 更让人口每年流失了超过1万多人 每年顺利升格 让前任县长魏明谷隔空开炮 只是这次不同意 不代表未来没希望 县佛强调会继续努力争取 让彰化县变成直辖市第七都 美梦成真 我们会继续努力 取得到彰化人的定位跟地位 借到冒彰化 差不多